减肥绝招。减20斤只要一个月,分享给不想运动的小胖胖们。 自己之前也曾经亲身尝试。我想说,真的很给力。 首先,这个减肥法。1、会饿死你。 2、很快让你看到效果。3、减掉40斤只要一个月。 我们开始吧。接下来你需要以下10条认知。 简单说就是这样。1、充足的睡眠。 2、将目标体重再减去2-3公斤。3、瘦下来的体重必须经过约5-7天才算数。 4、入睡前跟睡醒各量一次体重。不要记录。记住自己减肥前的体重就好。 5、已发现体重停止下降。就两天不要量体重。 7、如果睡前的体重跟当天睡醒时的一样,代表隔天一定会瘦。 10、泡面壁什么都可怕。 3、减肥绝招。 减20斤只要一个月,分享给不想运动的小胖胖们。 第一周,无糖、素食。 第一个星期你必须先让身体暖身,爱吃什么就吃什么的你,你的胃不可能接受突然的结食。 必须规律吃三餐的人,改成以往食量的三分之二,不需规律吃三餐的人,少量多餐。 每天睡醒后你必须决定今天想吃饭还是想吃肉。 如果你想吃饭,你今天必须吃素,不能碰肉蛋鱼,动物性蛋白质。 吃素好像比较自由,但我必须规定,你一餐的白饭不可以超过半碗。 注意不是带海碗的半碗。是最小好饭碗的半碗。 减肥绝招。减20斤只要一个月,分享给不想运动的小胖胖们。 如果想吃肉,就不能接触面,or饭,or面包,淀粉。 比如土豆炖牛肉这种菜里面的土豆就不能吃。 甜食物或饮料,奶类,乳糖。 水果几粮不要,除非它不太甜,不然果糖会整你。 选择两者都可以吃的食物是,蔬菜。 基本上这星期会饥饿,但不会饿到你抓狂,你可以忍的。挑战自己的忍耐力吧。 哇,你要是偷吃了不该吃的。就准备等死吧。 减肥绝招。减20斤只要一个月,分享给不想运动的小胖胖们。 你的记录表。我都帮你打好啦。第一天你会瘦。第二天你也会瘦。 第三天你可能会瘦也可能不会,也有可能会胖回一点,因为身体被你吓到了。不要气馁。 因为你必须让身体知道我们要瘦了。 第四天可能不会瘦。也可能会胖回一点。 你会难过到想哭,会很烦,这时候最危险了。你会想大吃一顿,下一餐再继续,却往往让你连卡四、五天。 这时候就是要撑过去。你就会瘦很快。 第五天你会瘦。会瘦的跟第一天一样,甚至比第一天多。 比较看看自己今天的体重。跟减肥前,已经瘦了不少有。 第七天你可能不会瘦,或只瘦一点。 你会很想吃很多东西,会瘦的比昨天少一点,可是你的外形正在改变。 大家都会问你是不是瘦了?你要瘦到让所有人都吓一跳。 减肥绝招。减二十斤只要一个月,分享给不想运动的小胖胖们。第二周,无糖粥。 这个星期必须吃一个星期的无糖食物,没有素食了。因为淀粉会害死你。 你在这周,必须吃一个星期。 你在这周,必须找一天确定整天在家,然后早上喝一瓶油烙乳,清肠胃,找一天就好哦。 拿出你的水或无糖茶,这星期开始只能喝这个补充水分。 减肥绝招。减二十斤只要一个月,分享给不想运动的小胖胖们。 你可以吃很多肉,很多蛋,很多蔬菜,你会很想吃淀粉,想吃到快抓狂,但是你吃了你就了。 必须规律吃三餐的人,改成减肥前食量的二分之一。不需规律吃三餐的人,少量多餐,但吃饭的量跟次数,改成上星期的三分之二。 蹲下再站起时,你会头晕贫血,哼告诉你,之后会更严重,不爽你可以自己去找不会头晕的减肥法。 减肥绝招。减二十斤只要一个月,分享给不想运动的小胖胖们。 如果你必须在外面餐厅吃饭,你可以吃自主餐,不点饭,指拿你能吃的食物。 或是小吃摊的小菜,不能是糖类食物。可以吃些肉类的串烧啦。 你敢吃什么包子水饺我就轰爆你。 这个星期初,大家就会发现,咦,你好像瘦了。 并且你在这个星期瘦的体重,会比上星期更多,只要你都没偷吃,乖乖照着规矩。 减肥绝招。减二十斤只要一个月,分享给不想运动的小胖胖们。 光这个星期你又可以瘦4-5公斤,加起来两个星期你竟然瘦8-9公斤了。 你离目标体重拉近不少了。8-9公斤不是那么好瘦的。看看你有多厉害。 你可能原本离目标体重是15公斤。现在只剩下6-7公斤了我的天。 趁胜追击。冲啊。减肥绝招。 减二十斤只要一个月,分享给不想运动的小胖胖们。 当然也有些人只需要看到这里。先恭喜你成功减肥了。 不过不要忘记,你停止减肥后会在一星期内复胖2公斤。 另外再说下,如果你不需要瘦那么多,的确实可以只进行这前二周的计划,但对于某些已经是结实很久,长期在减肥的同学来说,想再多瘦一点点可是要比胖子更困难呢。 减肥绝招。减二十斤只要一个月,分享给不想运动的小胖胖们。 第三周,离目标还差5公斤以上适用。恭喜你瘦了。 在第三周的开始,大家都会用很惊讶的眼神望着你,追着你问。你怎么剪的告诉我。 随便找个让自己有面子的说法吧。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你会很惨,当你感到精神不佳,拿出你的综合维他命吧。 存起来当手机壁纸吧。减肥绝招。减二十斤只要一个月,分享给不想运动的小胖胖们。 这个星期,你可以选择吃早餐或中餐,只能选一餐。 你必须吃很慢。而你的胃已经变小。你很快就饱了。 其他时间只能再吃两样东西,并且一样不能吃超过5口,吃啥不限制,只要清淡就好,不然你胃会烂掉。 这个星期的前四天你会最饿,第五天开始你就不太会有感觉,快饿死。没关系你只要一直灌水。 减肥绝招。减二十斤只要一个月,分享给不想运动的小胖胖们。要小心几个状况。 贫血会很严重,记得补充维他命。 每天吃的那一餐,吃完后因为血糖不足的血液,从脑部流到胃部,会造成严重睡意,可以的话就睡吧。睡了就不用吃了。 你真的认为一天吃那么少,还要持续一个星期,很难做到吗?那你赶快放弃好了,或是用上星期的无糖法用到尼卡关然后再复跑。 胃下星期会更可怕。 但是谨记。这星期两天两一次体重,都在早上睡醒的时候量,你的快乐跟动力会让你做到的。 减肥绝招。减二十斤只要一个月,分享给不想运动的小胖胖们。 接下来是令人瞩目的成果预测。你会在这星期再瘦下5-6公斤。跟上星期差不多。 那你自己去找到第三个星期还能瘦5-6公斤的减肥法吧,拜拜赛有那拉慢走不送。 你已经总共瘦3-6公斤了耶。你真的认为三个星期瘦13公斤不快吗? 减肥绝招。减二十斤只要一个月,分享给不想运动的小胖胖们。 最终粥,离目标还有10公斤以上的人使用。 经过上个星期你会发现你几乎没有排便,如果你有清肠胃的,可以吃。不要喝酸奶味会受伤。 你的身体即将到达极限,但是你周遭的人已经快羡慕,惊讶死。 三个星期很短,但是对减肥的人来说时间会过很慢,如果可以睡觉就尽情睡吧。 需要注意的是。一,你一天吃的东西不可以超过200克,也就是4两。 二,喝的东西可以多加上牛奶热相,记得不要喝太猛胃会痛死。 三,我觉得根本就不要吃最好,因为吃了还想再吃。 四,记得一直告诉自己好烦美食欲吃不下。 既然要断食干嘛不一开始断呢?你可以挑战看看断食到第四周啊,就算你真的断食到第四周,瘦下来的体重也不会比我的方法多。 减肥绝招。减20斤只要一个月,分享给不想运动的小胖胖们。 虽然这有伤身体,但你可以想看看肥胖对身体的伤害更大。 这一个星期很难受,可是你的身体很快就会恢复了啦。 哦,对了,人至少要30天不吃东西才会死亡,虽然你的胃已经被胃酸融化了。 我曾经有过三次的一星期短食,很痛苦,但每次都让我在那一个星期瘦7至8公斤。 但是这是第四个星期了,所以会有一点卡住。 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,可能有些人会有些人不会,你会很口渴,喝非常多水,但是很少排尿。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,不过别担心,不会因为这样体重就不掉。 就尽量多喝水吧。 这个星期你会瘦下6至7公斤。 所以到今天为止,你已经瘦了19至21公斤了。 你从80公斤变成60公斤了,你以前要瘦到50还差30,现在只差10了。 你从70公斤变成50公斤了,你以前要瘦到45还有25,现在只差5了。 你从60公斤变成40公斤了,你瘦成那样干嘛白痴啊? 结束了。你不能再继续结石。 万一还没瘦到目标,请不要擅自做决定。 请继续往下看。 减肥绝招。 减20斤只要一个月,分享给不想运动的小胖胖们。 后续处理,没有做你就完了。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,减肥完成的人必须慢慢调整,还要继续的人也必须休息。 这段时间让饮食恢复正常。 这两周必须吃清淡的食物,不可炸不可太油不可味道太重。 前三天。 你只能吃早餐,但是要吃很慢很慢,你的胃已经变很小,所以可能一个蛋一杯牛奶就饱了,一感到饱就不要吃了,也要一直告诉自己好称吃不下。 第四天。 第七天。 你可以吃晚餐了,但是原则一样同上。 依照我说的,心体重一星期才会显现在外表。 所以在这一个星期后你的外形就会变成你这四周努力后的样子。 但是也如同我预言的你会腹胖两公斤左右,所以我就跟你说要预留了嘛。 第八天。 第十天。 你可以正常吃三餐,可以吃到觉得有点成,但是不能过多。 。 参考量,拌碗面,事实上萎缩小后的米,这样就很饱了。 第十一天。 第十四天。 你可以正常饮食了。 给完成的人叮咛。 你已经脱胎换骨变成大正妹了,周围的人一定都会拿你的事情去到处炫药罗,以后万一又胖了一点,只要两天都只吃两餐就可以收回去。 记得,一个星期内的胖跟瘦都是假性。所以不要因为有胖就放肆乱吃。 早睡,充足的睡眠会让你变成吃不胖的体质。 泡面绝对不要吃。 想死你就尽量吃吧。 减肥绝招。 减二十斤只要一个月,分享给不想运动的小胖胖们。 给未完成的人。 我想,你离目标体重应该不会超过十公斤了吧。 那在两个星期的调养后,就从第一周再开始一次。 这次只要到第二周就差不多了。 千万不能没有调养两星期就重新开始。 你会卡关瘦不下来。 虽然调养会负胖二公斤左右。 但是如果你不调养,不但不能瘦还会更胖。 因为你的身体已经习惯断食,除非有比断食更强的方法才有可能瘦,没有。 你必须让它调养成习惯正常饮食,你再开始少吃才会瘦。 最后,祝大家能减肥成功。